在祖国南端的西沙永兴岛 两架尖机机接力出动战斗起飞 奔赴南海某空域执行跟踪监视外机任务 考虑到当天任务空域水门和气象条件 机组几次较大幅度改变飞行姿态 穿云破雾 确保目标在我方监视范围之内 面对抵近的外机 他们稳妥处置 始终保持有力位置 直至外机飞离 首轮任务结束后 返航的战机滑进机库 地勤官兵对战机进行检查 加油 冲氧 冲淡等保障工作 做好战机随时再次出动的准备 截日期间 我们始终保持高度戒闭状态 时速抓好警戒巡逻 厂道清扫和装身被维护等工作 确保战机能够随时出动和机场安全 针对截日期间可能出现的特情 这个旅充分预想预测海空复杂情况 组织战勤班子和飞行员认真学习相关处置规定 修订完善了数套不同任务 不同时段 不同气象等各种情况下的战斗起飞 快速出动时 机务和后装保障方案预案 确保警报一响 战机即可随时升空战斗